好 又到了连线春晚分会场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着镜头 穿过城市烟火 越过冰川雪峰 来到新疆喀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们那里的情况 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我是演员迪丽热八 我在春节联欢晚会 新疆喀什分会场 提前给大家拜年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歌手艾热 今天我们在喀什古城里 迎来了我的一位好朋友 虞蒙龙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请虞蒙龙老师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虞蒙龙 虞蒙龙老师也是来自新疆 对吗 您是来自乌鲁木齐 OK 您是北疆 我是南疆 大家也看见了 我们今天在一个非常有氛围的 喀什古城的文艺手工品一条街 然后我们今天在一个乐器店里 在这里首先呢 我们两个人要向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过年好 过年好 然后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去转一转吧 东布拉呢 跟都塔尔它特别 你看它特别特别有趣 这两个乐器都是两根弦的乐器 是 对 然后东布拉的声音呢 就是因为它小就很脆 然后演奏的方式就可以更快 然后这个都塔尔就稍微大一点 浑厚一点 但其实两个乐器的那个弦儿呀 还有他们的那个演奏方式 都有一些相近的地方 哎 这个就古 应该从小见过了 对 小的时候好像家里都会 白 对 这个是我们从小耳蓉木然长大的 就有个话说嘛 这是囊的形状吗 对 对 前面还有一个手工艺品店 咱们就去那再转转吧 好 好嘞 走 现在大家也看见了 我和余萌龙老师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工艺品店 我们来看看这家店里有一些什么吧 好多很精美的工艺品 哪一个你一进来就看到 像身手摸一下 这个 这应该是一个画瓶吧 对 像是画瓶 小的时候去同学家 对 我们家里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精致 以前不会用来做画瓶 其实我们家里这个特别多 这个是酒 不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小水壶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规矩 就是来客人的时候 客人进家门要洗一下手 哦 记得吗 对对对 要用这个倒水 然后它还有一个接着的一个小盆 对 然后客人来了呢 就倒三次 洗三下手 是一个礼节 是一个小礼节 然后给递一个毛巾 然后再换到下一位 然后再继续倒 这个分量有点小了 我感觉应该像 不客气 对 我感觉像是工艺品 但是有更大的 这儿好多我发 但是我觉得这些应该 全部都是花瓶 是啊 各种各样的花瓶 我感觉随着可能 当下的时代的进步 其实这些造型也变得 更加的多元了 而且更精致 相信到 对呀 它这个新疆 新疆这边的这个花纹 真的是一决 我觉得 这是葡萄的造型 但它是什么 什么做的呢 应该是我玉石 玉石这么摆着我 怎么感觉有点奢侈 这么一大串 但应该是 就是那种石头工艺品 我们在这里拍摄嘛 除了带大家转一转以外呢 其实也是要借机 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透露一下 咱们这次喀什分会场的 一些小 不行 这个是保密的 没有是 当然是保密的 但我认为呢 要给大家一点点期许嘛 咱得抛出一点点 料 对一点点料 让大家稍微有点 有点兴致 对不对 有点兴趣 比如说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今年咱们这个喀什分会场 据说是场地最大的一场 然后参演人数也是最多的 所以说应该是一个 非常壮观的景象 这次咱们的这个晚会 是观众离咱们演员 最近的一次 舞台最近的一次 观众和演员 可以一起互动 一起表演 就是完全融合在一起 那种是吧 你这么一说 我又想到 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不能说了 好 那我们就点到为止吧 剩下的就让大家自己去期待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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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